- 贏家看趋势 輸家看漲跌 大家好是陳鋒 歡迎收看台股戰隊家 昨天陳鋒老師告訴大家 費城的半導體一定要補量 那他有沒有補量 沒有補量的話 那台北股市也不會隨著廢半來做攻擊 但這樣的大盤你就擔心了嗎 如果你現在因為台北股市沒有補量 就擔心的話 我想你又要再一次的措施機會了 陳鋒老師在節目上不斷的都告訴大家 機會來了要掌握 你不要用等的 用等的你就是被動 你就是被打 很多股票噴出去了 你才去追的話 你就是你就是怎麼樣 就是被動 所以大方向陳鋒老師已經告訴你了 台北股市如果用月K來看的話 收紅成交量放大 這邊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如果用周K來看 我用另外一個角度再來告訴你 周K的角度的話 現在目前的 周K的KD值呢 已經呈現第一檔的 黃金交叉 過去兩次 周K的黃金交叉呢 每一次呢 只要一交叉往上漲呢 第一次是漲1100點 1100點 就在去年的8月份 第二次呢 漲了2000點 第三次就是現在這樣的一個黃金交叉 請問一下 如果能不能夠漲個1000點呢 漲個500點呢 那這樣股票會不會噴 股票會不會噴 如果噴了 如果漲了 你沒有呢 很可惜嘛 你的幸福不會來嘛 你的永遠都是在旁邊看說 哎呀對股票有去 哪裡有漲 哪裡有漲我來追 等一下告訴你追股票的下場是什麼 哦 為什麼你的幸福都從來不來 在股票市場上哦 我不是說你家裡不幸福 我是說 每一次你在投資的時候 你在投資的時候 每一次都怎麼樣 哦都沒辦法啦 買進去都 整個人怎麼樣 都很愈足啦 很鬱悶啦 為什麼 因為你大方向看不懂嘛 大盤的大方向你看不懂嘛 然後再來呢 你的錢呢 我一直在強調 以前都是怎麼樣 主力在搶我們的錢 這是陳鋒老師站在你們同一陣線上啊 我不讓他們來搶你們的錢啊 我要幫助你們來搶他的錢 他的錢很好唱哦 好搶啊 有什麼事我們可以確定 確定他要拉 他沒有拉他滿手的股票 他沒有要做股東啦 我告訴大家沒有人想要做股東啦 沒有人想要做股東啦 所以你看哦 我們既然知道 主力是要推股票的 主力是要拉股票的 主力是要怎麼樣 把股價呢 從20變40 40變80 80變160 超過100 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搭他的便車嘛 所以機會不等人嘛 那今天我們的股票有沒有表現 有嘛 很精彩 很精彩哦 插三角就漲停了 但是盤中的洗刷大不大 大 出現了一個 非常令人興奮的一個K棒啊 你們看到都會嚇到 但陳鋒老師認為 機會來了 所以你看哦 你現在正在看我的節目的 你對這樣的一個 主力的一個標股有興趣的 02-7725-9668 02-7725-9668 你馬上呢 打電話來告訴我們的一個特別助理 讓特別助理來告訴你 陳鋒老師認為的 底部的一個主力股 到底是什麼 如果你看到現在 你都還沒有興趣 那你繼續看下去 待會陳鋒老師會告訴你 所以你們不要再等了 如果你們永遠等的話呢 我告訴你 幸福不會來敲門 幸福不會來敲門啊 這一位演員呢 近期呢 非常有名哦 出去跟Sentry Pay哦 陳鋒老師呢 不要你們給主力Sentry Pay 我們不要 我們要的是他的錢就好了 你人乖乖的走 我們從你後面的口袋呢 就是要偷你的錢 所以股票市場上 幸福怎麼來敲門 首先我告訴大家啦 你們不要追股票啦 追股票的下場 就像滑邦店 就像滑邦店 你們看到 今年的二月份 二月初的時候 陳鋒老師怎麼告訴你的 你還在低潤報價漲嗎 你去給我看看啊 你看 從36元 變成30元 你一張之後6元 你十張之後6萬 兩個月 你一個月的月薪耶 都是配哦 如果你是白領階級的 你是中階主管的 一個月都6萬多 7萬多塊耶 你這樣買10張就不可以了 現在還有人家講D-RAM嗎 沒有人在說D-RAM啦 所以我告訴你 陳鋒老師下了一個標語 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陳鋒老師站在你這邊 我站在你這邊啦 所以你有記憶體的 你來找陳鋒老師 陳鋒老師幫你做股票見檢啦 有沒有人大咖有沒有跑掉 有沒有跑掉 有沒有跑掉啊 你不要一個人這樣子悶聲 悶聲不是發大財 悶聲是怎麼樣 抱著一個套牢的股票啊 你有沒有看到 我告訴你說沒有站回去 你要趕快走啊 你沒有走 陳鋒老師不怪你 我怪那些新聞 我怪那些新聞 一直跟你講說 哎呦記憶體有多好 現在誰在講記憶體啦 對不對 畢之畏恐不及啊 我老公什麼記憶體 我老公什麼漲價 沒有啦我沒有說啦 結果咧 股票剩30塊 現在沒有人要差別 所以陳鋒老師告訴你 哎 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陳鋒老師站在你這邊 威剛 陳鋒老師站在你這邊 你不是一個人戰鬥 陳鋒老師 沉沉的邀請大家 邀請大家 邀請什麼 邀請你有記憶體的 我先幫你避開風險嘛 我先幫你避開風險嘛 不然你手中還要有這個威剛嘛 你看一百多塊 多少人追在這裡 這裡成交量放大成四五萬張 有沒有看到 這一百多塊耶 你看再摸一下就整個崩掉了 從一百塊崩到只剩下83塊 情何以看 情何以看 大家都說怎麼低潤很好 喝在哪裡 好怎麼對一百塊可以變成八十七塊 一張以後要二十幾% 哪有可能好 哪裡喝在哪裡 喝在哪裡 所以陳鋒老師 認為你的威剛 你的滑邦店 還有沒有救嗎 有 會不會談 會 陳鋒老師告訴你談到哪裡 你要趕快走 你膝蓋要摸給我趕快走 所以這裡 你不是一個人戰鬥 所以我先幫助你 我協助你 如果你還有其他一些熱門股票 曾經的熱門股票 那什麼國劇啦 什麼華星科的啦 你全部都來找陳鋒老師 陳鋒老師一一幫你做股票的一個見證 我做過二十五檔的 每一檔都只有買一支的二十五檔 花了我一個多小時 幫他看完所有的數碼 就是要告訴你 你不要再看著新聞再去追了啦 拜託 什麼記憶體有多好 現在有誰在講嗎 沒有人啦 沒有人啦 這陳鋒老師在傻傻的 告訴你這都不是我的股票啊 還傻傻的告訴你說 啊你這個 威剛啊 華邦店啊 南亞科啊 什麼品城平安啊 商城平安啊 你要趕快走啊 東檢 你追了嗎 你一定追了啦 成交量放大這麼大 一定追了啦 所以跌停今天開 開高走高 又在殺尾盤 這個整理期要拖很久了 如果你有東檢的 你也來找我 我告訴你拖多久 我告訴你有沒有機會再過錢高 六十六塊二 這個都看得出來 陳鋒老師都可以告訴你啊 所以你要先避開這些危險 你不要再去追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追什麼得尾的 你也不要再去追了 什麼順德的 你看到電動車整個的 整個人氣壞狂起來 去 緊繞的 抱歉你都買 沒有 買股稍微抱一下 來等待一個小小的波段出去的 我告訴你 你做股票都會異常的辛苦 異常的累 因為這裡的主力就是要拉起來 讓你們去追的啦 拉起來讓你們追的啦 讓你們看不到 哇上上下下 到底是要出來外出 賺的2%3%4%5%6% 這樣刺一下刺一下 請問一下 這樣子有辦法把你的損益整個往上推嗎 獲利往上推嗎 沒有辦法 所以抓準趨勢 抓準主流 長榮航 我們繼續看好 長榮航 我們繼續看好 我沒有因為他跌就不看好 我們看好嘛 我們看好嘛 現在第四季打第四季 大家口罩 Omicron那沒關係啦 不會立即馬上休克死亡的 都沒有關係 大家只要把口罩戴好 不管是哪一位 政治人物 哪一位官員告訴大家 要打第四季的 都去給他打 保護自己保護別人 所以長榮航會不會繼續漲 會啦 會不會過錢高 會啦 所以主力不告訴你的底價 陳鋒老師告訴你 我要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怎麼樣 我要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加入陳鋒老師的TG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我就把底價 看是明天還是今天下午 我就直接告訴你了 你加入我的TG 或者加入我的Lineat 影片的正下方呢 就有我Lineat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QR Code的一個連結 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來做一個加入 所以要底價要底牌有這麼困難嗎 沒有很困難嘛 所以接下來大盤要補量 連電勢必少不了 拉台積電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了 台積電不來扭了 先來扭連電比較快 拉連電 拉長榮 長榮有機會哦 超強主力在近期有進來哦 買了一天而已 但是我告訴你那籌碼是非常優質的哦 籌碼是非常優質的哦 不是什麼看主力買賣超 沒有啦 看那個要做什麼 看那個不會讓你贏了啦 看主力買賣超 你買幾天投信你買幾天 外資你買幾天 那不是陳鋒老師的一個 一個什麼樣 一個看盤的一個技巧啦 沒有人在看那個啦 看那個是初學者 哦 基礎的 那可以 進階的 有人進來 有沒有機會往150塊拉 我認為非常的有可能 但150一定要站穩 這樣的一個航運 才會有機會 那既然如果長榮能夠從129 拉到150 20塊會不會帶動大盤的指數 會嘛 會嘛 所以大方向我告訴你 連電跟長榮 就靠他了 就靠他了 聯發科稍微等一下 聯發科稍微等一下 所以幸福怎麼來 小們 掌握大趨勢 避掉那些奇奇怪怪的股票 叫你去買的 叫你去追的 什麼電動車的 叫你去買叫你去追的 記憶體叫你去買叫你去追的 我先告訴你 我提醒你了 我提醒你了 我不是沒有提醒你哦 你可以回去看我2月份的一個節目哦 如果你還有那個新的話你回去看 陳鋒老師告訴大家 威剛 跟 所謂的滑幫店我都告訴大家 這裡你絕對不能夠買 如果他真的很強勢 5天之內就要馬上做突破了沒有嘛 空包彈嘛 什麼記憶體漲價我再講一次 你有記憶體你有威剛的趕快來找陳鋒老師 陳鋒老師協助你啊 你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啦 你不能再繼續像鴕鳥下去啦 你這樣子你會輸到整個口袋我告訴你 你輸到整個口袋啦 真的你在這裡你千萬不能夠再鴕鳥啦 你有面板的 還有人說面板坐駕差 你做給我看看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啊 怎麼可能在一個兩三趴裡面在做駕差 不可能 只有這個這個才有機會做駕差 只有這一檔才有機會噴出 底部噴出鼓講了好多次了 陳鋒老師有沒有買 陳鋒老師什麼時候買的 2月10號啊各位 投資朋友你看一下 陳鋒老師面對這個上上下下開高走低開低走高 往橫盤移的 陳鋒老師態度都沒有變啊 就是買啊 就是買啊 所以你看哦今天呢出了一個好像上影線 好像要出貨 老四朋友 這是你的想法 這是你的想法 我在2月10號告訴大家什麼 市價滿進兩層持股兩層現股 近20天了 異常的一個關鍵券商的囤貨 即將突破區間 你看 我說即將突破區間 他就跟我作對嘛 那有什麼關係 那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重點是能不能賺錢嘛 能不能陳鋒老師在這個震盪的過程之中呢 告訴我們的會員 用折訊告訴我們的會員 他在玩什麼 他在玩投資人啊 他讓你們看不清楚他是往上還是往下 就跟今天一樣啊 2月10號我們買的 底部的主力股哦 2月10號我們進場了哦 那今天有沒有在進場 今天3月31號 明天就是4月天了 人間4月天 非常美妙哦 非常美妙要記住嘛 很多人就說什麼 清明酒又要變盤又來了 又來了 變盤又來了 所以我陳鋒老師不嚇唬大家 陳鋒老師給大家什麼 遠見嘛 哇讓你們看到更遠的地方嘛 我讓你們能夠賺錢嘛 所以今天3月31號 這個底部的一個 成長的一個潛力股 我們買進 結果呢 插三角就漲停了 結果然後呢 哇 有沒有看到 哇往下崩啊 很多投資人又嚇到了 追的人又嚇到了 請問一下陳鋒老師 請問一下陳鋒老師 那你們有追嗎 拜託你也看看 9點18分我們有追嗎 2月10號我們就買進了 成本早就已經脫離了 我們有追嗎 我們根本沒有在追股票的 沒有在追價股票的 所以你對陳鋒老師的一個操作 如果你怎麼樣 很有信心 很想要跟著陳鋒老師 我告訴你 你看到這裡 你手中的電話 一定要馬上拿起來 02-7725-9668 02-7725-9668 你趕快打進來嘛 打進來告訴我們的 告訴我的特別助理嘛 說我要跟 我要跟陳鋒老師 來做這一檔 底部的一個 標股 底部的一個潛力股 陳鋒老師從2月10號 3月31號 都在關鍵的時候呢 來告訴大家 這裡就是買進 原因沒有別的 因為他曾經一個月大標115% 我們要60%就好 我們要70%就好 我們要80%就好 能不能 行不行 可不可以 可以 你要不要等嗎 你不要等了 你要再看嗎 你不要看了 你又怎麼看 我跟你說 你沒有上車 你看了陳鋒老師 一年的節目了 你還是零 而且你還有可能去買 不相信陳鋒老師 要去相信媒體 要去相信 什麼電動車很美好 什麼記憶體很美好 你都要相信 不然你都去 沒關係 陳鋒老師不會阻止你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但是 我要告訴你 這一波 不管是威剛 不管是華邦店 不管是任何一堂記憶體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的話 你在下一個月 你也不會來看 陳鋒老師節目了 因為你徹底對投資 失望 失去信心 因為就沒有遇到一個分析師 能夠這麼真誠的告訴你 我們沒有跳來跳去啊 我們沒有那裡強 我們就去追啊 我們沒有那裡有熱門 就去追啊 東檢我也在一起啊 我們也知道會漲啊 不就說 我的床子沒去而已 我換掉 我們又來追東檢 東檢如果套到 所以換掉 我們再去追別的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 我們扎扎實實的做股票 這種小型股 我們有兩檔 我們有兩檔 今天已經怎麼樣 已經攻擊了 已經攻擊了 出了一個怎麼樣 很漂亮的一個攻擊前的上影線 非常漂亮 這樣的一個漂亮的上影線 透過月線 我們來看 是不是已經慢慢開始在出量了 準備來往30塊40塊來扣關 陳鋒老師告訴你 這一檔你一定要抓住他 這一檔就是陳鋒老師所說的 主力創馬卡 底牌的技術 我要協助各位投資朋友 從這個主力的口袋裡面 把錢搶走 把錢搶過來 讓他們不要好怎麼樣 不要讓他們喝過你啦 不要讓他們過端午節 不要讓他們過清明節 陳鋒老師把他們錢搶走 透過陳鋒老師的口訊 帶著你一起呢 來做操作 你不要等了 你不要再等了 我再一次強調 真正成功的投資人 包括陳鋒老師 我也不要等了 我不要等什麼 我不要等著你們主動來找我 我要告訴你 我主動的找你們 如果你們想賺錢的 如果你們想在股票市場上 有幸福的感覺 有幸福的感覺 想要有那哭哭哭的聲音 對不對 很美好的 趕快撥電話進來 02-7725-9668 或者是今天下午 明天都一樣 我們會有所謂的報名連結 各位 這不是免費的 不要再靠來說 陳鋒老師是要送股票 不送啦 我會請我的助理說 不送 電話就把它掛掉 不送 你要去送股票 你要去找其他回信書說 我要有股票的 不要你去找別人 陳鋒老師不送股票了 就要告訴你接下來 這一檔底部的一個 標出的一個股票呢 會不會來到一倍 二十二 現在二十多塊 會不會來到三十塊 會不會來到四十塊 陳鋒老師 誠摯的邀請你 加入台股戰隊家 四月準備補量 噴到天邊 底部的西藏股 陳鋒老師一同邀請你 來參與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明天下午同一時間 台股戰隊家 我們再會 拜拜 致意望著績效不保證 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 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